大家好,我是阿川修车 咱们平时电动车在更换电池或者是购买车子 这个电池使用什么牌子 大家都是一个比较迷惑 也不知道它是耐用不耐用 包括它投入这个金钱有没有什么这个价值 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 利用这个技能 咱们就直接知道 任何一个电动车的电池耐不耐用 包括它的价格有没有成正比 还有它的寿命有多长 那么针对这一点 咱们教会大家 你在以后购车或者是在更换电池 肯定就可以把这个电池它的使用性 包括它的使用寿命提到最高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 任何一款电池它的使用寿命 跟价格投入都有相差多少 好,现在咱们看到 眼前有两款电池 分别就是一个星恒电池 还有一个天能电池 那大家看到 咱们使用这个锂电池 分别是两个牌子都是属于大品牌 唯一不同呢 就是现在这两款电池 它一个是比较耐用 一个又比较差一点 咱们首先可以看看 天能电池它一般现在咱们根据 个人这个经验在使用这个电池 它的寿命只能用到两年左右 那星恒电池它的这个寿命呢 可以用到三年左右 咱们根据这一点呢 就可以确定哪一款电池是最耐用的 但前提一个价格也是不同 你电池的就是天能 现在咱们更换就是在 480到500块左右 以8安为主 那如果是星恒电池 它的这个电池就要贵多100块 也就是说在580接近600块 哪一种呢 咱们使用这个范围 也是大家比较清楚 咱们电动车最主要 供电设备 也就是一个电池 那当咱们如果是在北方 特别是在冷天际 在零下摄渡 这是咱们的锂电池 它的纯电量稍微就比咱们 这个千双电池 它的纯电量会好一点 它的资质换电也会比较慢 那这次咱们建议大家显用 就是星恒电池 这款电池在咱们使用的 这个好多大品牌的车子 都是整车装用的 比如说小刀爱马亚迪 这些品牌车 它也是跟它这个电池是合作商 也就是说它供应的 它的牌子质量 还有一个里面这个 颜材料也是做得比较足 特别一个鞍钱 做得非常的完善 大家清楚这一点 那以后咱们更换电池 如果是在热天气 也就是说在气温比较软和的 在南湾地区 咱们更换这个天能电池 完全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是北方 天气比较冷气候 又不稳定的情况下 建议就是 显用这个星恒电池 它在锂电池 其实可以说是属于一个领导作用 也是大品牌 包括它的这个耐用性 还有寿命 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最后咱们再也教大家 想购咱们电动车的任何这个电池的一个方法 当咱们使用这个电动车 锂电或者是鲜酸电池 那这时如果你要针对一个电池它的耐用性 首先咱们就要认识 每个大品牌这个电动车 比如说是小东爱玛台灵亚迪 包括小牛这些电动车 它的这个电池 咱们要确定它是哪个厂家出厂的 这时咱们利用它这种厂家来使用 肯定是耐用的 那大家现在都知道 咱们这些大品牌使用的都是 如果是锂电来为主 就是一个星恒天能还有超威 那如果是鲜酸电池 也就是海宝天能还有这个蓝都 包括超威这些品牌来使用是绝对没错的 那如果是大品牌使用的 包括它这个牌子 如果是属于一个整车专用 也就是说大厂专用的这个电池 咱们贵一点更换 它是有价值 包括它的使用性 还有性能方面肯定是最高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 同一个容量 同一个型号这个电池 咱们两款好的跟差的 这两款它的体积重量 有相差百分之五左右的这个重量 大家就要切记 好 关于这个锂电的想购方法 咱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有用有帮助 咱们顺便就给个赞 拜拜